這個案子其實有三大疑點 第一個如果是那時候 這個就像周刊講的 就是說他要去做Lobby的時候 他要幫這個國防的任何的廠商 做Lobby的時候 你怎麼不是直接找 當時候的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去找 一個臺北市議員 他當時是臺北市議員 那臺北市議員他找他可能只有一個 就是聲量很高 他打這些議題 但是你要說要持續處理 這個國防裡面的這種 你知道千世萬女的政策細節 你找一個議員是不可能的 第一個第二個他講說 你看難怪乎那時候 他每天追著國防 追著郭錫打 那時候是仁仁打郭錫 仁仁打郭錫 怎麼會是徐曉星 單一個人打郭錫呢 那時候大家不是檢驗海昆浩嗎 不只有他 所以要把這個故事 跟他結合在一起 我是覺得有點比較難熬的過去 而且就我知道的訊息 郭錫現在已經搭著高鐵 又要來臺北上一些節目了 就每次看到他 每次就是在講話的過程中 你就覺得是真是假 而且我覺得因為早上我很仔細看到這三篇 我看了裡面其實有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杜這個杜這個杜就大 杜秉承 杜秉承 他的那句話講說他收回扣 然後他有介入這些國防潛艦的事情 這句話是新的 因為其他都是老的故事 我們要相信一個詐騙集團的話嗎 如果一個詐騙集團的話 我們要把他無限衍生 好像就要去殺害這個許曉星 我覺得大家全民不會接受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贊成的說法是像許曉星下午的做法 他直接去提告杜秉承 然後提告周刊 因為他認為他的名譽受到毀謗 那就由司法來認定 可在各過程中 真的不要所謂帶風向做人格的謀殺 為什麼現在才講 而且怎麼會外洩 對怎麼外洩 給鏡頭看 這東西都是我們打一個很大問號 就是人格的一個 這個毀滅 開始這樣子嘛 先幫你鬥錯 鬥錯又再鬥垮 然後你注意看今天這個題目保證 有太爭論節目 每台也是 我們都在說的 他們又說 他們又說 而且是整趴在說 我們說一趴而已 他可能說三趴四趴 一直說 對不對 把過去都連起來講 說兩點鐘 對 整個來講 鋪天蓋地 我高度質疑 我們宏委員說不定 聽了不高興 你不一定 這個我高度質疑 背後有人在操作這個事情 是什麼 就是一條龍 當然跟綠營有關係的 跟綠營有關 殺徐曉星 殺徐曉星 一條龍服務 把你這個周刊丟出來 之後 他就巴不得徐曉星反應 他就高了 好了開始 噼哩巴啦 再打一頓 對不對 然後呢 整個來講 就是一直追殺 鋪上來打 我們留一點時間給委員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那個 那個剛剛 賴委員在休息的時候 講過很多好話 但是我要說 剛剛賴委員的這個高度 質疑 我認為也要有證據 我認為也要有證據 那坦白說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說杜炳成怎樣 現在到底跟綠營是什麼關係 綠營我從來沒有聽過綠營 誰去認識什麼杜炳成 怎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說要做這個指控說 後面現在是是綠營在編導 這也要有證據 我認為如果沒有證據 講這個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妥 不過我講 不過我講一下 可是靖州刊跟你們關係就廢親了 靖州刊就廢親了 過去幾個月裡面 靖州刊其實也有很多報導 其實揭露了執政裡面某一些弊端 也有 靖州刊有報導 所以一下子要去把某一個媒體 一定要往他顏色 顏色 什麼顏色上去抹 說誰可以控制他 我真的覺得這個 是啦 要有進一步的證據才行 可以嘗試